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 登記之後首次下鄉行程 就是陪妹妹柯美蘭去參加 不過先前柯文哲自爆說 有人開出兩億美元的價格 要他當副手 這被外界質疑恐怕會觸犯了選霸法 對此柯文哲今天沒有正面回應 他只說這一頁就翻過樹了 深山一鞠躬姿態虔誠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登記參選後的第一個下鄉行程 選在新竹縣的湖口顯聖廟 攜手作為立委參選人的妹妹柯美蘭參拜 最好的選擇 柯文哲 柯文哲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征戰2024 但柯文哲先前自爆 有人開價兩億美元 要他擔任副總統參選人 這番言論被律師黃帝瑩指控 恐怕會觸犯選霸法的 松野燈條款 那一頁就翻過去了 那種反正在過程當中 騙子 前客 中間人一大堆 如果有人去告發 就去告發去處理 柯文哲試圖閃避話題 但終究只能躲得了一時 而柯文哲聲稱 幫他與兩億南前線的是一名季將軍 國民黨新北市立委參選人葉元之 以及前立委蔡振元分析 季將軍指的可能是前總統 陳衰扁執政時的季泰來將軍 柯文哲持續甩鍋把幕僚推出來擋子彈 而媒體人以乃經典出 柯文哲類似的招式已經出現過 2014年柯文哲與當時的對手 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時 柯文哲曾影射 連勝文收取過財團三億元的捐款 不過經過調查後證實沒有這件事 連勝文他家哪裡需要跟人家拿三億元 靠自己就夠了 柯文哲言辭反反覆覆 讓人摸不著頭緒 柯文哲所說的藏進人到底是誰 依舊是一片謎團 據有綜合報導